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孙千荣老师 那非常开心的可以跟大家来一起来挖掘 2024年的这个趋势产业 那我认为2024年的一个趋势产业 其实就不能不去思考半导体设备 有一句话叫做 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 而半导体的设备产业 就是千荣老师认为的风口上 那基本上只要在这个对的趋势上 相关的厂商的营运 自然都有水涨船高的这样子的机会 那营运的水涨船高 自然就会推升股价 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 关键是什么 关键其实就来自于半导体的产值 未来会持续的成长 那根据研究机构的预估 其实全球的半导体产值 在2021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4600亿美金 2022年预计会来到6000亿美金 那6000亿美金不会是天马板 而是未来的地板 因为根据现在目前的各方的研究机构预估 到2030年的时候 全球的半导体产值会成长到1兆美金 换言之 未来还会从6000亿成长到1兆美金 所以为什么在2030年前 会成长到1兆美金 这样子的市场看到之后 大家会开始全力的在2024年拼命的去盖厂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抢搭未来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商机 为什么会有这个半导体产业会2030年会来到这个1兆美金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半导体晶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那从过去可能只局限于在所谓的PC的市场 局限于在手机的市场 但是未来会慢慢的运用到这个所谓的Data Center的市场 运用到所谓的这个车用的市场 大家看到这张图里面的粉红色 这个就是车用的部分 那这个橘色的部分就是Data Center 那甚至还会有什么名声的部分 这就是跟物联网有关 所以当应用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推升半导体晶片的需求 我举例来说 过去的一台车 它可能需要的晶片就只需要40克到50克 但是为了以后 汽车要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smart 所以每一台汽车上所安装的晶片 会从现在的40-50克 按提升到两三百克 那这多出来的 就会是未来半导体的这个成长一些需求 所以为什么半导体产业 它还会持续的成长 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人类 依赖半导体的晶片的需求 是越来越广泛 从过去的电脑到手机 到未来会应用到汽车 甚至我们家里的冰箱 家里的电视 我们所触目所及的各样的东西 它都会形成物物相连的 物联网的一些环境的时候 那半导体的成长需求 其实就不可论言了 油一项 发明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